大谈中国威胁及台海风险 总统出席2023台北安全对话 重申强化国防自主至关重要 抗住压力突破瓶颈 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 更得和民主盟友站在同一阵线 降低区域紧张情势 前美国国防部政策直言 寻求交流对话是解放之一 对内做好战讯准备 对外盛防灰色地带冲突 台湾紧丁国际情势变化 及早因应不容送陷 静雄红新朋友周采访报道